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SA原来是带病上场 高烧不退的他打满BO3嘴唇都发白了 这种身体状况别说什么状态不在线了 能上场打比赛都不错了 昨天LPL开始了第四周的比赛 由于是周一只安排了两场 分别是WBG战队对阵FPX战队 吉利G战队对阵AL战队 首先出场的比赛是WBG战队跟FPX战队 最终WBG以碾压的姿态 2比0轻松战胜了FPX 送给对手一败 此一WBG全员都发挥出色 在对线端就给FPX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身体痊愈的雷达CASA 第一局甚至给对手来了一个玲珑塔 上单则晒也随着新对手的加入以及赛程的深入 其个人状态正在复苏 两把葵桑提将小老虎压制的不成样子 尤其小老虎有把还拿到了版本强势的武器大师 却依然在对线上不敌则晒 第二把还被两度单杀 如果要说其中表现最出色的 当属打野CASA了 其无处不在的雷达特性跟WBG战队太相配了 尤其是在跟上单则晒 每当则晒跟对手互拼的时候 总有CASA在后面反蹲保护或帮其抓人 助力的则晒通关上路 尤其第二局发生的一幕更是看呆了众人 此事件发生在游戏的12分20秒 则晒换线换到了下路 导致上路兵线被小老虎的隔温推了过来 CASA用自己的猪身硬生生的为则晒卡线 一直卡到小兵赶到战场 直到最后离开一个兵都没脏过 还要帮惹赛空波线 CASA好会玩啊 双手一摊惹赛快来 上波做到事来这么奖励博品 Oh my G 烧粉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开除了 哈哈哈哈哈 自说吧 这波比你没了 年轻了月安乐 不懂人情事故 啊 你在干嘛 这挂机了 双手离开鼠标键盘 啊 他媽老子那媽必須要去翻一下之前 哇擦老子真生氣了他這個行為 老子要去翻一下之前的比賽他有沒有我有做過這種事情 沒有不用翻了 好噁心啊這個B 瞎頭 KASA真的噁心給殺一個卡線 當狗KASA 12分鐘給他卡線 這個人在我地面頭啊姐姐打完這把媽呀 把他 機單打沒了這個 小胖這個三線也很厲害 他是懂養上單的 乘路好爽啊 我也想有這樣的答應 最後不得不感慨一句 WB技戰隊去年冬季簽下KASA 真是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雖然也許如今的KASA在操作層面上比不上後期的打野新秀 但其在反蹲和保護方面的意識應該也是LPL頂尖的 能夠更好的為WB技戰隊裡面激進的選手保駕護航 WB技贏得三場比賽 KASA一人就讀得了五個MAP 其實WB技去年就有整活一說 The shy是比較喜歡搞一些節目效果的 尤其是BO3的對決 WB技經常打滿 第一局或第二局喜歡整點效果 更多的時候是第二局 簡單來說就是在比分領先 或者優勢挺大的時候 打的會比較輕鬆一些 會給對面一些機會 當然在對陣強隊的時候 如果還是這麼打很可能就會翻車 尤其是下一場比賽 WB技將會迎來巨大考驗 迎戰目前還未嘗一敗的GD技 阿伯認為GD技現在的狀態是LPL最好的 五個選手的狀態都很強勢 相較之下 WB技暴露的問題是要更多一些 因此這場比賽看起來GD技的贏面 會是更大一些的 到時候WB技需要做的 就是五個選手全部繃緊神經 拿出自己最擅長最招牌的體系去打GD技 因為這場比賽的重要程度比較高 一方面是積分上的爭奪 另一方面也是WB技 檢驗自身實力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目前GD技和WB技 可以說是能代表 LPL賽區的兩大頂級戰力 作為觀眾 也希望這場比賽能夠打得足夠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 LPL今年春季賽 依然呈現出了 比較明顯的強弱分明的一個局勢 有很多下游隊伍難求一勝 這其中最讓人失望的就是AL 在開賽之後打了五場比賽 結果全部高負 AL戰隊的輔助蛇蛇 也是因為災難級的個人發揮 引起了觀眾的不滿 昨天AL是迎戰目前排名聯盟第一的GD技 結果顯而易見 被GD技以2比0的比分輕鬆橫掃 而且第一局比賽總體時長不超過20分鐘 在這一局比賽中 AL出現了大量的低級失誤 這讓很多觀眾都表示無法接受 首先蛇蛇是在第一局中 選出了女警輔助 這裡簡單說一下 很多觀眾可能覺得AL這邊出女警輔助 是妄圖通過對線期打出優勢幫助團隊 但實際上AL有可能的一個思路 是用女警至少要做到扛住對線 因為AL下落的選手組合 與GD技下落選手組合的強度差太多 即使選出女警想要打出優勢幾乎是不可能的 主要思路還是利用女警去清理炮台 但是在比賽開局後不久 蛇蛇就出現了一個很多路人女警都不容易出現的失誤 在看到對面大樹趕過來的情況下 蛇蛇是直接來了一波反向翼 從視覺效果來看 像是被酒桶炸回去的一樣 解說也是驚呆了沒有辦法圓 只能說這是一波很低級且不應該出現的失誤 AL打野小豪也在比賽中出現了一波低級失誤 眼睁睁看著對面過來 要防守小龍的情況下 自己依然在狀態不健康的情況下 選擇不後撤被GDG輕鬆擊殺 本局唯一一波沒有太多失誤的中野對抗2v2中 AL也是被GDG秀踩 Night砍下兩個人頭 最後AL因為選出女警後 陣容也沒什麼翻盤點可言 被GDG輕鬆推掉了高地 這場比賽過後蛇蛇再次遭到了觀眾的質疑 其實在很早之前 就有觀眾懷疑AL的這個輔助蛇蛇 很可能就是關係互來的 實力不行硬站著位置 可能很多觀眾就不懂了 蛇蛇之前不是一個很優秀的輔助嗎 為什麼會被質疑是關係互 原因很簡單 蛇蛇最近兩年競技狀態下滑太多 在觀眾眼中 他已經沒有打LPL的實力了 在去年轉會期中 蛇蛇是加盟了AL戰隊 而AL戰隊本來是有一個輔助秋秋的 秋秋今年沒能登場 而去年AL成績還不錯的時候 秋秋的發揮還是挺出色的 但今年就沒得到上場機會 AL的下路是Betty 輔助是蛇蛇 兩人之前都是FW的 也是很多觀眾懷疑蛇蛇 是關係互來的 佔首發位置的原因 另外目前AL的中單 PINS也是發揮很差 之前AL有另一個中單FROG 曾經的AL在觀眾心目中 是一支非常熱血的隊伍 但是今年在陣容變動後 AL給人的感覺 更像是一支蠢蠢的擺爛隊伍 令人非常失望 個人認為不管蛇蛇或者PINS 是否是關係戶 AL可能都要嘗試進行人員更換了 作為一支不以配置建長的隊伍 AL之前能成為黑馬 主要是靠著選手敢打敢拼的拼緊 還有團隊配合的高默契度 失去自己原本最擅長的東西 成績是不可能變好的 現在AL已經是五連敗 基本已經提前告別季后賽 如果AL想要為夏季賽著想的話 建議多練練兵 嘗試一下不同選手的搭配組合 爭取夏季賽的時候 能打出一個還算不錯的成績